妙法莲华经有云,为求生完者说应四地法,杜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之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 盖布施原为佛陀劝导优婆塞等知行法,其本意义难以一,十等五五失与大德及贫穷者,至大成时代,则为六波罗蜜之一,再加上法师,五未失二者,扩大布施之意义,一即指施与他人以财物, 体力,智慧等,为他人造福诚治而求得累积功德,以致解脱之一种修行方法,大成一章卷十二解释布施之意,以己才是分散于他,称为布,绰己会人,称为师。 小成布施之目的,在破除个人吝啬与贪心,以免除未来世之贫困,大成则与大慈大悲之教义连结,用于超度众生。 可见,布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其中大范网经菩萨戒本,仲戒第八有,佛子,菩萨慷慨施舍,见来祈求诸贫穷人,随其所需一切给予,若起千辛,令物令法,身口布施,形成千叶。 此等心形,截获重罪,可见,布施是佛弟子的必修功课,受菩萨戒者更是与当代的佛教慈善事业有很大的契合度。 一,财布施,财布施分为两种,一为外财布施,一为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及财物布施,内财布施则指自身的才能布施。 很多人听见财布施,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是把自己的财物捐赠出去。 偶然提及财布施这个问题时,一些经济状况一般的人会直接拒绝说,我很穷,我也没有钱,其实,做财布施并不一定要捐赠大量的财物,一点点随利随分的心意意识布施。 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一,外财布施与捐赠财物。 凡夫因为执着于我自己,所以习气中都有迁滩,在利益面前常常迷失自我,更莫说舍己为人。 现今社会竞争激烈,每一个人都会为了改善生活水平而努力赚钱,存钱。 这种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一大家子在社会里面生存,实在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并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容易而罔顾别人的不容易。 所以,在实行外财布施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世间财物的真实面目。 世间之财物,乃因缘和合中成就,是世人无数节以来的共业所促成。 人来到世间,不但一钱一物,离开世间时,也不能斜半分。 所以严格来说,比于财物,人从来都不是拥有者,而是实用者。 世俗有一句说话,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是指一些人意外的离世,还未有把他今生的积聚享用完就撒手人寰。 这句话的感情色彩中带有些调侃,也有一些惋惜。 的确,人生并不是我们能够用思维去掌控的事情。 常说的知足常乐,这是真理。 只是在当今喜欢竞争攀比的社会范围下,知足偶然也会被看作是保守不进去。 有一些饭桌上,人们工愁交错,大快朵頤。 当一个人婉拒继续添菜而说够了二字时,或许会被加菜给他的人训道,够什么够? 有些人认为够了二字不太吉祥,因为够了,也就意味人生将到终点。 杂阿含经中就有佛陀对钱财的开示,一分自使用,二分迎生业,与一分藏密。 以拟于贫乏对于钱财,佛陀分为四份,三份是需要使用的。 存起来的只有一份用于应对不实之需。 对于日用的三份,也是有合理的规划预算。 可见,假如人能依照这种方法理财,若此生无重大意外,亦是可以安然度过的。 或许有人会说,此意识不同比意识,如今社会各种政策体系变化无穷。 假如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让自己有一个强大的保障网。 从而难以安居乐业,于是敛财才会成为人的终身目标,而不是生活手段。 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应该想到一句古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可以,但必须通过合法诚实的劳动获得。 不过,社会上还是善良的人居多,看见微信朋友圈很多轻松愁的转发得到广大网民的回应就可得知。 不失在乎发心,并不在乎钱的多少,真诚不失一元已是大爱。 二、内财不失与从事医务工作。 内财不失,是指人利用自己擅长的知识技能去为他人提供帮助。 与金钱财物是没有关系的,所谓天生我财必有用,而这种内财是每个人都有的。 这自然也是佛教僧团提供方便,以及功德主们提供经济护持的善果。 借助于如今的互联网技术,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人要发心长期护持一座寺庙或者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事业并不难。 有活跃的思维和熟练的互联网操作技能的青年,可为寺庙的公众号出谋献策,甚至为公众号撰文并参与管理。 而熟悉文字工作者可以参与一些文书写作、文案策划、经书及印刷品的校对,也可以向佛教杂志投稿,艺术类专业人才甚至可以为寺院的禅修符进行精心设计。 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营养师等等专业人士更是可以提供多种专业支持。 他们与长者一工一样,都是在实行内才不失。 事实上,世间大部分的生命都在日日践行不失。 才能成就这个社会不停地运转,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失。 不仅是有情众生,很多无情众生诸如蔬菜水果,也在不失他们的生命体,为各种动物、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 因此,我们不应该因要付出而担心却不,不失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 给他人一个微笑,也已经是不失了。 二,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只拔记众生种种部位,免除众生之恐惧感,即运用自己的内外财,知识智慧和言语等,在他人有疾难。 困苦的时候,抚慰人心,使人身心安稳,脱离恐惧。 位于普陀山的观音像,便是视线师无畏手印。 观音菩萨普门品云,是观视音菩萨摩赫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师无畏。 事故此,娑婆世界皆好之为师无畏者可见,观音菩萨便是能巧作无畏不失的大成菩萨代表。 无畏不失,也是人人皆可作。 他与人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无太大关系,形式也比较多样。 例如,当我们在商场遇到一个与父母走散的孩子,我们安慰一下他,带他到商场服务台。 请职员为他开广播寻找服务,令他不要惊慌紧张。 对于这位孩子来说,我们就做了无畏不失,又如一位长者为长期病患者。 长期服药让他感到烦恼疲惫和焦虑,那么我们一生真诚地问候,能让他一时之间忘记烦恼。 从容一笑,这也是一种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也体现于佛教的慈善事业上,随着佛教各种慈善基金会的成立。 基金会不仅为困难人士提供财物的支持,更有其承办寺庙的出家师傅们参与探访活动。 师傅们在探访受助人士时都会为他们开示佛法,尤其是对病重者、年长者等。 也有的寺庙成立临终住念团,由师傅带领居士义工队伍,为即将往生的人提供临终住念服务, 让他们走好人生最后的一步,也间接令其家人减免一些悲痛。 探访敬老院也是佛教义工团体常做的无畏不失。 不过,凡是去过敬老院的人大多会感受到里面的稍微沉重的气氛, 那里以白发苍苍,行动缓慢的长者居多,整个环境气氛缺少一些活泼和活力。 台下的一部分长者能被热烈气氛所带动, 但仍有一些对外界感知度比较低的长者只是一脸茫然地发呆, 或者独个儿打瞌睡。 人老了,总是难免会有感官迟钝的一天。 对于这些长者,情感上的关怀未必能在一时三刻中获得回应, 但能够给他们一个安全安乐的晚年生活之处。 这也就有赖于敬老院方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服务, 这也是失以无畏。 这其中,放生、救生活动则特别需要智慧。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每一个有感觉的生命都不愿意承受痛处和死亡。 人怕,动物也怕。 有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每一个生物族群有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要求, 忽略新环境对动植物的影响而盲目举办大型放生活动。 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迷信的行为。 有效的放生, 更应该是随缘放生或救生。 在渔岗的集市中, 最容易看见小贩向孩子兜售用绳子绑着的小螃蟹。 孩子让家长购买后, 便拖着螃蟹到处跑, 有时又会扭断他的爪子, 让他受各种虐待。 又有人喜欢在江边垂钓, 钓上来不合心意的鱼, 又扔回河道中去, 仿佛鱼儿咬了钩上了唇, 并不是一件需要在意的事情。 其实动物虽小, 也有它们的知觉, 它们也会感受到痛。 相反, 如果自己也遭受这等被拨爪钩唇的对待, 又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所以, 我们除了自己不做这些事情外, 更应该温和地劝导他人不要做。 无畏不失, 除了止恶, 还要行善。 如果在路边看见一些受伤的猫狗, 对它们做适当的伤口处理, 帮助它们消除身体的创伤痛处之余, 更抚慰它们的精具的心灵。 对于植物, 佛教自古就与森林树木有甚深渊源, 几乎每一所寺庙都只有大树, 且很多大丛林, 祖庭都是依山林而建, 寺院与树林早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大部分寺院都相当重视环境建设, 务求卫僧人, 居室提供一个清静, 清静的修行场所。 一些有场地条件的寺院, 会收容一些居室放生的小动物, 猫、狗、鸡、龟等等。 动物们也因此获得一个安生之所。 清晨傍晚, 人在宁静的寺院行走, 呼吸住新鲜的空气, 听着小动物们的低营之声 与树叶摇摆的沙沙声, 愿有一种在大自然怀抱中的感觉, 一时缠牢尽散, 心灵获得安宁。 以上谈及到人, 动物受到无畏不失, 都在佛教在各种慈善事业中得到体现, 诸如心灵抚慰慈善, 环保慈善等等。 可以说, 佛教团体在保留传统的无畏不失方式外, 还引入科学界的方式方法。 经云一切不失中, 法不失为罪法不失, 就是通过书法传法而让他人知道理解佛法。 法不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佛教界基金会的印证经书, 释迦牟尼佛就是第一位行法不失者。 他滋滋不断, 身体力行为众生掩饰佛法。 在他涅槃之后, 他所掩饰的一切都被记录下来, 成为法宝经典, 透过僧人一代又一代的新火相传, 最终传至今天。 佛教的法宝传播是最伟大的法布师。 我国的大部分法宝都是一些热心的佛教公益团体墓园印刷, 免费向大众结缘。 因为免费, 无论修行者的经济情况如何, 只要有这个缘分, 他便能够读到经书, 闻到佛法。 假如在阅读中遇到不明白的, 也可以到寺院向法师请教。 可以说, 在国内, 只要发心学习佛法, 则不愁没有书本于老师。 大概从十多年前开始, 不少有场地条件的寺庙, 尤其是在山林之中的寺庙, 就开始在暑假期间举办大学生夏令营。 很多年轻人就是通过参加这类活动而接触佛教, 认识佛教, 理解佛法, 逐步成为虔诚的护法居士与青年义工。 随住互联网, 智能手机的普及度越来越广。 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等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应用 也进入到佛教中来, 成为法布师的主要手段之一。 佛法与世间法, 二而一, 一而二, 二者根本是无法分离的。 修行人的修行, 必须在生活中进行。 当代佛教的慈善事业的灵念, 与传统布师精神是吻合的。 布师精神作为核心价值, 在种种慈善事业中发挥着精神指导作用, 透过各种方式方法实现布师, 成就大众。 行者因踊跃投入佛教慈善事业, 从中修持布师波罗蜜, 因为布师是通往菩萨道, 佛道的必经之路, 也是六波罗蜜中最容易实现的一种。